這裡面大概全部是偽陽性的機會比較低 因為牽涉到日本也牽涉到菲律賓 那這個代表說台灣的國內在某些區塊似乎是有感染者存在 那這個也符合目前全世界的趨勢 就是外籍移工是一個熱點 所以看起來菲律賓的移工在台灣說不定是有一些人被感染 然後也入境了 然後在他們的族群裡面有一些傳播 這個是目前的重點要去防治的 另外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說法則是表示 依然是持有保留態度 也就是這些從台灣回到菲律賓的暴增陽性個案 因為他們向菲律賓官方詢問相關涉疑的時候 也都被回答得相當模糊 並且從台灣出境到菲律賓的陽性率 比其他國家高出了數十倍甚至百倍 指揮中心強調一切都要等待匡列的372名接觸者 檢驗報告全數出爐之後 再公布進一步的研判結果 再公布進一步 再公布進一步